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能够让一个人过上逍遥自在的日子 从来都不是金钱 物质上的富裕 而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 有的人明明很有钱 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可就是过得不开心 而有的虽然贫穷 开着烂摩托 住着简陋的房子 可就是笑口常开 在现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人们都为了生活 劳碌奔波 时间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根本没有多余的玩乐时间 除了工作就是睡觉 补充状态继续工作 在这种环境下的我们 压力是一定有的 烦恼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一定要学会摆脱不必要的负面情绪 俗话说 浴室先冷静 当我们面临烦恼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定要先让自己静下来 保持一个清醒的大脑 才不至于迷失 中国的儒道两家都表示 静能生会 包括佛家也是如此 当一个人能够在任何时间 场合 做到心如净水的一个状态 那可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倘若你有心烦意乱的时候 不妨看看心经 学习其中的智慧 记得小时候 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最为纯粹的 心无杂念 全身心投入到其中 而现如今 很多人做事的时候 脑海中总是会想到其他的事情 这就导致了烦恼会不请自来 所以 我们不妨简单一点 做事就好好做事 玩的时候就好好玩 不要三心二意 另外 我们还要经常信的 忘记过去的一些琐事 毕竟 人的大脑就好比电脑 如果运行久了的话 不及时清理垃圾 是会变卡的 这种状态下 你必然是会感到烦恼 小时候 我们渴望长大成人 可真正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却希望回到小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小时候的我们是最快乐的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都觉得小时候再也回不去了 其实不然 纵使我们的外表 无法回到小的时候 可我们的内心世界 却可以回到小时候的那个状态 那么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 来象征小时候 我的选择是空字 空是新经理的核心思想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空 不刻意 不强求 顺其自然 告诉自己 这一刻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好好享受吧 睡觉就好好睡觉 工作就好好工作 玩就尽兴地玩 岂不是逍遥自在吗 二 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才能走出迷雾 人本不会迷失自我 自打一个人出生开始 时时刻刻都在做真正的自己 活得特别自在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 人 慢慢就迷失了 自此 生活在迷雾中 没有方向 自然也就感受不到快乐 毕竟无法认识自己 总是会做出一些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尤其是在当代 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中 美好的东西 数不胜数 看着繁花似锦的世界 久而久之 就迷失在这座 诺大的城市之中 而新经这本书 就是在引导我们 找回自己的内心 虽然这本书 只有短短二百六十个字 比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还更短 不过 没有关系 毕竟有句话叫做 浓缩的都是精华 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很高 被人们称为 诸佛之至母 菩萨之慧父 当一个人开始踏上找回自己征途的时候 一定会独自一个人 因为只有这种环境下 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 其内心才会平静 就像池中的水一样 波澜不惊 最终才会走出迷雾 我们从来不要祈求他人能够帮助自己 这是不现实的 毕竟俗话说得好 靠天靠地 不如靠自己 三 心经能够让你变聪明 你只有一颗心 如果你的心里满是痛苦 焦虑 失落 悲伤 愤怒 那幸福快乐如何落脚 你站在人生路上 拼命呼喊 想偶遇一个人 真真正正理解你 真的有人能够理解你吗 即使他理解了 又能怎么样呢 痛苦真的分出一半吗 痛苦的根源又是什么 我们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总是试图找出令人痛苦的根源 渴望有人带着我们逃出痛苦的沼泽 人生的烦恼因执着于欲望而起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执着财富 执着地位 执着情感 执着信仰 执着生存的环境 执着拥有的知识 由于执着 我们对人生的一切都产生了强烈战友 恋恋不舍的心态 同时也给人生带来了种种烦恼 吴秀波在《离婚律师》里说 人生就像一个不断挣脱笼子的过程 欲望是你不断膨胀的身体 当一个人的欲望越来越大 执着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身体越膨大 越会被笼子勒紧痛苦 当你的欲望大到撑破了这个笼子的时候 你会以为你自由了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 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笼子 只有缩小欲望 才能在笼子里安逸自在 如果能去除掉更多的欲望 让自己变得更小 就能从笼子的缝隙蹭出来 得到相对的自由 如果再缩小 缩到滞空 那就没有笼子能使你痛苦 人生在任何阶段 面对的似乎都是相似的问题 想要拥有某件东西 却求而不得 不能称心如意 想要掌控某件事带来的安全感 却被失控搅得白爪挠心 心经认为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有烦恼 本来就是苦的 比如生命的诞生是苦的 婴儿出生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不如老年是苦的 因为老之将至 病和死更令人难过 希望拥有的东西 却得不到是苦 要与喜欢的人分开是苦 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东西 又偏偏经常碰到是苦 有些事情 本来是开心快乐的 但快乐之后又怎样呢 快乐不是永恒的 所以快乐过去后 也会变成苦 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努力 有些事你是无法改变的 因为人生一切都是无常 都会变化 如果执着于无常 那人生就是苦的 了物无常 也就不会再执着 当我们能臣服于天地的安排 就不会和自己博弈 当我们开始接纳自己 就不会受制于他人的评判 我们人生本来就有烦恼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 你可以选择自怨自艾 但最终痛苦受伤的 仍是你 当你处在痛苦之中 常会感觉 痛苦是不可能解决或消失 美国作家奥里森曾说 当我们相信某件事 不可能做到的时候 大脑就会为我们找出 种种做不到的理由 当我们真正相信某件事 确实可以做到时 大脑就会帮我们找出 解决的各种方法 这就是心经所暗含的 因缘所生法 因是前面的一个动机 只要前面一动 连锁的关系就来了 这就是缘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碰到很多问题 但我们不可自怨自艾 正确的做法 是先认清问题的所在 然后找出问题的根源 再确立解决问题的目标 最后制定解决的方案 并付诸实行 这就是佛教常说的 苦 疾 灭 道 死地 让我们痛苦的 也许是那个人 那件事 但你不是被动地承受 你完全可以决定 能否不受其影响 从现在起 何不向自己发起一个挑战 让自己尝试一下冒险 完全不用原来的感受和思维 对待这件事 不要把自己当作被伤害者 你可以主动地去爱自己 爱他人 爱比恨更温柔 不是吗 这就像是心经中 不可言说的秘密语言 倘若你有心烦意乱的时候 不妨看看心经 相信你自己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如果你此刻超越了烦恼 那么你此刻就是在彼岸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wouldn't! 没关系 chat